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去到最後的一堂了 今天這一堂又不是特別有什麼東西學到的 算是一個體驗堂,又或者可以理解為一個自學堂 當然不會自學的,我就會在Teams那裡stand by 有問題的話隨時問我,當然啦 想下了一堂之後有問題都可以隨時問我的 那這個體驗是什麼呢? 我們就純粹用Safari這個Bowser就可以了 當然啦,你用Google的Bowser都可以的 應該沒什麼所謂的 那就打回個對的網址,就是 figma.com Figma.com 這個網站其實呢,你只要申請了 其實它就是一個Bowser裡面,來做一些UXUI的設計 但是為什麼你說我不主要教這個呢? 原因就是這個web的軟件,它是要付錢的 當然啦,如果你做一個半個project 那它就應該不收錢的 很多功能都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要厲害一點,它就要計錢 所以我們都是用免費的Adobe XD為主的 那我們首先呢,就申請啦 那就隨便作些東西啦,對不對? 那我先做一個帳戶先 那我自己寫個名字啦 那不用全名啦 我做什麼的?我做設計的嘛 那就是create個帳戶啦 那create了之後呢,那我都save好密碼先啦 那就看看用不需要什麼認證那些呢? 就是自己搞定它 那這個呢,就是 give your team a name的嘛,對不對? UXUI啦,好嗎? 那就next啦 那它叫你付錢的 那我就free up to two editor的 那這個呢,就你看到啦 十二元美金應該是 每個月啦 那有三個project 就是三十日的history unlimited的cloud storage 那我這些全部都 即是... 即是沒有啦 哈哈 那就不用啦 那這個呢,就是你要用那個介面啦 那當然啦,你有機會收一收email 看看它需要不需要activate 如果要的話呢 那你就要自己active啦 那申請帳戶就十分簡單 那我們呢,拿一拿,其實呢 它這裡有個menu的 它這裡呢,就有點像window10 那個指引呢,就是沒有menu bar在最頂的 而那個menu bar就是按menu icon 那它的東西就會存在這裡的啦 就其實跟menu bar一樣啦 不過放在這裡而已 那有個箭嘴啊 有iPod 2 畫長方形正方形啊 Pan 2 打字啊 手掌這些都是的啦 那這個呢 就應該可以改名的 是吧 那我們叫做 last lesson 都可以的啦 那我們呢 這一邊呢 你又見到呢 它一個叫Design 有一個叫Prototype啦 是吧 有些像AdobeXD的 也有個code這樣的 那我們看完那個基本 它又有 layer 又有asset的 又有不同的page的 是吧 那你呢 你大約玩過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呢 其實原來呢 它就跟XD好似的 應該是XD抄距都未定的 那我們下一條片呢 現在才正式開始呢 做一件做一件事先 那現在你大約知道 有to bar 有menu bar 有layer 有asset 是吧 有得開page啦 那這裏也都有Design要的 所有的功能 那些properties 在這裡 還有prototype 就是做那些interactive 那些東西 那待會下條片就來了 哈